新一轮变种病毒在非洲爆发,抗疫防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在约市中,医疗行业股抗跌能力较强,尤其是有高股息支持。 则可放心持有,而营建医疗1419就是其中一员。由于是6月底年结的公司,营建下周二财除证,每股派息0.12元,现价1.34元股息率达久尼,兼且在12月底便可以全数收取。排面上颇有吸引力。 多年来,仍建在香港营运医务中心提供综合医疗服务,全括全科医疗,专科医疗及牙科服务。在全港各区现时设有58间医务中心,合共有103个服务点。 集团的客户包括个人客户及公司客户,后者包括企业,医疗计划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等,也接受政府发出的长者医疗卡。 在各间全科医疗中心有不同的医生轮值服务,方便市民求诊,在疫症期间,也提供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等服务,带来额外收益。 自12月起,将会增加流动中心可选择接种服必泰疫苗。 仍建2018年底再讲上市,招股价1.73元。初期业绩平平,每年派息只有0.03元。去年度更录得亏损不派息,一度变成豪子股。 及至过去一个年度业绩大幅好转,营业额上升44.3%至6.55亿元。 盈利达1.44亿元。 折合每股0.38元。 每股派息0.12元。 派息比率约为三成。 优良业绩令营建股价回扬。 然而市场对其估值依然偏低。 现价市盈率低至3.5倍。 息率久离。 由于营建的传科医疗中心在坊间已建立口碑。 方便各类客户光顾。 营业额可望维持于高水平。 预期新一年度的业绩可以延续下去。 及可望有双位数增长。 集团的盈利主要来自传科医疗服务。 去年度分布的营业额增加76%至4.69亿元。 占总营业额预予七成。 分布盈利增长4.6倍至2.15亿元。 足以彌补专科方面的不足。 集团市净现金公司。 扣除银行债务现金超过1亿元。 因此应该可以轻易保持三成的派息比率。 集团的前景在于提振专科部分的毛利率。 去年者分布仍然录得亏损。 牙科方面则早已有盈利。 分布盈利去年增长约三成至六百余万元。 总的来说, 仍见的营运情况已经复苏。 虽然由于基数已高, 不能期望新年度业绩持续大幅增长。 但盈利和派息增长一至两成应无难度。 事抗疫期间稳健的收息股。 盼实现财息兼收。 也认为继续 inh重rage的防疫。